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Hi 我是Joachman 讓哲學進入金營建立企業成功金 今天我們繼續談 精實哲學第五十五條 人生事業的結果等於 思維方式乘與熱情 乘與能力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我個人常常都跟他講作 這個是人生的成功方程式 因為它就是一個公式 所謂的成功等於思維方式 乘以熱情乘以能力 那我們先來談談 組成這個方程式的三個元素 所謂的能力 也就是我們天生而來的知識 知識還有聰明才智 或說跟家裡的環境 甚至家庭的背景 這我們統稱都是它的能力 也就是與生俱來不可改變 再來就是所謂的熱情 我想我們做每一件事情 都必須要有自己的一個熱情 也就是能夠驅使自己來向前 或者來面對每一個事件 甚至困難 我們都想要去征服去面對的這種 我們說的叫patient 那第三個呢 要來談到思維方式 所謂的思維方式 其實就是我們內心的想法 當然所謂的想法就會有好跟壞 所以一個人的成功的思維方式 必須要是正向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非常有能力 非常聰明 很有智慧 但是你卻把它用在 不正當的事件上面 或者手法上面 甚至計畫上 這個成果也許是大的 但是它卻是危害這個社會 危害這個國家 甚至也危害了自己身邊的人 這樣的行為其實就是不好的 我們回到企業經營 每一個企業領導者 除了積極 除了努力之外 我們也必須要讓自己始終維持這樣的正確正當 而且正向的思維方式 我們也要來教育我們的員工 每一個員工都在他進入這個企業的時候 我們就要讓他清楚 我們必須要以道德跟倫理 來作為我們判斷的基準 這樣子 不管我們所做的工作 成功 大小 或者我們的企業經營的有聲有色 這樣子才能相得益彰 所以想要讓自己成功 想要讓自己的人生跟事業結果是良好的 我們就必須要有正當的思維方式 努力加上所謂的熱情 我是Joyce們 如果你覺得這個不錯 讓我們下回繼續聊哲學吧 我們就想要讓我們去約會 我們就有還有一支的 一支的